如果有广东话我只会听 我从贷款经济的角度来讲 今年的房地产贷款的趋势 给绝大多数的贷款人的贷款成本会增加 所以如果对房地产的影响来讲的话 因为贷款的政策紧缩率率增高 政府又出来很多控制贷款的新政策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 房地产市场不容乐观